面對鏡頭虛擬塗抹個兩三下 就能找出適合自己的彩妝品 這台由經濟部 法人 廠商三方合作開發的 智慧試妝機器 透過虛擬科技 讓消費者不用卸妝 就能輕鬆體驗各種彩妝 透過這個鏡頭 可以把你的人臉 你的某個部位可以帶進去 然後這裡面有彩妝產品 你可以選擇不同部位的彩妝用品 然後他會試著幫你做塗抹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塗抹之後的樣式 消費者的習慣 他已經不必在一定要到蝦餅店的現場 而是可以透過這種網賣的技術運用 然後很精確地去選擇自己所需要的產品 然後因為這種便利性 在未來的一個市場上 它是一個趨勢 台灣每年開架式彩妝及保養品的市場產值 高達新台幣2000多億元 主要消費群為13到40歲精打細算的小資女 這個新型態的試裝模式 將進駐各大開架式美妝通路 消費者能就近體驗新奇又便利的美妝服務 裝設計者林夢如台北報導 然後再上個3號 然後再上個3號 現在是市場的史上 宣視眠的大災術 香港適合 調節